你不想要在镜头面前露脸 不想要花时间录制音频 但是你又不喜欢现在各大平台里面提供的AI声音 你觉得不够自然还是想要使用自己的声音 简映现在有推出一款全新的功能 克隆音色 只需要10秒钟的时间就能快速克隆出你的声音 这个功能在简映的电脑端还有手机端都能够使用 这期影片就会展示给你如何去使用这个功能 还有我是 Grayson 这频道就要是谈关于YouTube频道语音流量变现 以着网络传言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随着记得对我频道 先我打开了简映啦 我加入了一段影片 接下来需要选择加入文本 我们选左上角文本选下 然后添加这个文本到我们剪辑区里面 然后再来到右上角 我们选择这个朗读 这里面可以看到有个克隆音色 这个功能是只需要10秒钟的录音 就可以快速克隆专属的音色 我们选这个点击克隆 这个是一个付费的功能 简易将全程采用安全加密的措施 去处理你提供的信息 不会在未经理授权的情况下使用相关的信息 并且在克隆音色生成之后 使用克隆音色进行文本朗读 是需要按照文本的字数进行付费的 这里还要提示你使用的规范 你承诺所录制的音频是为你本人所有 或者已经获得合法授权了 并且遵守简易音色克隆功能使用的规范 为了实现这个功能 你需要朗读文案并且录制音频 然后就可以选择这个同意了 这里面就可以开始去录制 然后需要去朗读以下的例句 去让它开始收集我们的声音 在录制的时候 语气和情感也是会被克隆的 你可以按照你期望的音色效果进行朗读 我可以点一只按钮去开始录制了 猫在关线暗的时候会放大眼睛的瞳孔 这样它们就能在夜晚看得更清楚 这是它们适应黑暗环境的一种方式 这个时候就开始生成我的音色了 现在已经成功生成我的克隆音色了 我可以点击试听 这里面会有中文的例句还有英文的例句 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这是你的专属克隆音色 希望你能喜欢 听起来还是比较像我的音色的 再来听一下英文的例句 英文的例句也是有带我音色的 这里面可以给音色进行命名 然后就可以选择这个保存音色 因为这个是付费的功能 所以克隆音色在生成之后 如果你使用克隆音色进行文本朗读 是需要按照一个积分等于两个字进行付费的 现在音色的视听是不需要消耗积分的 积分将将音频生成完毕之后进行消耗 首次使用克隆音色 会为你减免150的积分 这里就可以看到 我就生成一个我专属的音色了 然后可以加入我想要的文本 我可以在这里面去复制我文本 然后再选择朗读 然后可以选择我的克隆音色 点击这个开始朗读 这里就根据我克隆的音色 去生成专门的音频了 我们来听一下 你不想在镜头面前露脸 不想去花时间去录制音频 但是你又不喜欢现在各大平台提供的AI声音 你觉得不够自然 你还是想用自己的声音 简映现在有推出一个全新功能克隆音色 只需要10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克隆出你的声音 总的来说是带有我的音色的 但是还是听起来会像是AI的声音 所以希望简映在之后 能够不断的去强化这个功能 去让它听起来更加自然一些 我们可以再对比一下 在简映里面本身AI的声音 去比较一下效果 比如说可以选这个沉闻解说 你不想在镜头面前露脸 不想去花时间去录制音频 但是你又不喜欢现在各大平台提供的筛声音 你觉得不够自然 你还是想用自己的声音 简映现在有推出一个全新功能克隆音色 只需要10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克隆出你的声音 简映里面自带的AI的声音 还是比较清晰清楚的 但是也有同样的问题 你能够听出来这是一个AI的声音 并不是真正的人生 所以大家可以去使用一下 这个简映的克隆音色的功能 对于尝试一下 看一下能否自然的克隆出自己的声音 大家觉得这个功能怎么样呢 如果想学习到更多关于简映剪辑的技巧 你可以看这期影片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喜欢我们的这部影片 点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聊天更多关于简映的内容 所以在我IG能够和更多互动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